很多人以为李小龙只是练永春 那么其实李小龙他是一个武学大家 他什么功夫觉得有用他会学 所以他其实有一位很好的师傅 他叫他是四叔的 也是我们金武会的一个有名的老师 香港金武会叫做邵汉生 他们曾经两个就是约成 李小龙教他叉叉跳舞 邵汉生就教他七星螳螂奔步拳 那么李小龙就用两个星期就学完了 但邵汉生就是怎么得也学不会叉叉 所以证明李小龙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所以有很多的手法 有些人以为是永春其实不是的 比如这个帮拳 这个拳是螳螂拳的一个特有的手法 当然李小龙在他集权道里面很多都是永春 也可能是他把永春跟其他的功夫混合在一起 你不知道是什么功夫 对吧 那么所以李小龙呢 他是很有研究的 特别是唐独拳 现在听说还有他一些早年收藏的一个唐狼拳拳譜 上面还写他一些的心得体会 那么这个拳譜呢 其实是一个香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激进唐狼的老师叫做黄汉生 黄汉勋 黄汉勋老师 出版的 那么黄汉勋老师 他有一个地址呢 是我的病人 所以这个病人呢 就把当年 1950年代 黄汉勋老师写的一副真机 送给了我 我还放在我们的拳馆 叫做虎啸荣营 很有趣对吧 世界很小 那么黄汉勋就是研究着黄汉勋老师的那个唐狼拳譜 然后就写了很多心得体会 所以证明黄汉勋呢 他是一个 不是说 什么都随一点 他不是 他每一样的功夫 他有一个深入的研究 然后都放到他自己的体系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唐狼拳 他本身就是一个 古代的mixed mass art 就是mma 就是混合搏击术 当时黄朗将中原18个手法 混到里面 这个思想也是继承了当时明朝的一个大将 七级光 他写的七级 七级新书里面 三十二四长拳 就把当时中原的很多好的功夫 融合在一起 不是简单的融合 是有机的混合 organic 为什么这样讲呢 比如唐狼拳有一些混合的组合 他打摔 其他同时 不是说我打完再摔 不是 同时结合在一起 这是非常好的 也是区别于其他武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是我们讲的 唐狼拳 所以这种 这种 很好的唐狼拳 很有用的一个体系 非常值得我们去推广 尤其里面有很多的 什么分进错误 就请拿的 点穴壁器 像我们mma 巴西游数里面有那个壁器 壁这里 十字固 锁着带肺 锁着横格膜 但是点穴他们还没有 因为他会找到一些穴位按下去 可能对方不舒服 但他不知道什么 但是这些我们在 唐狼拳里面都有 和其他功夫里面也有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把唐狼拳重新研究 把它推广出来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规访 谢谢 谢谢